第551章又现死胡同 谁能想到 一起刺杀竟会牵扯出三年前的旧案来 现在 这起刺杀案陷入了死局 一个早在三年前就死了的凶手 现在又死了一回 又如何能够调查出幕后元凶呢 查 给本座彻查 迟荡森然说到 三年前跟这起案件有关的人 立刻全部叫过来 一一问话 是 迟荡稍缓怒火 向着十号看去 你无碍吧 我没事 十号缓缓摇头 现在 他有九成的把握自己的父母 是被十足人追杀 所以 当他归来后 幕后凶手立刻就坐不住了 要将他置于死地 斩草除根 这动作还真是快啊 而且 这明显是想让食材员一卖杯黑锅 真是会抓机会 幕后黑手的能量也极大 可以将一名早应该死了的 祝王庭死囚安排进皇宫 能是普通的食族人办到的 不过 越是如此 说明十号越有可能更早地接触到事情的真相 如果那幕后凶手始终不动声色 也许当年的事件就要涌成海底 现在却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只是 这次是祝王庭 下次会出现捕神庙吗 十号虽然自信 可如果是捕神庙的暗杀 他意要十分头大 而若是大忌天 大忌天若是同样以领域隐蔽自身 十号想要察觉出来就难了 而于大忌天来说 一直需要一瞬间的功夫而已 等他察觉的时候 攻击已经袭到 连躲进先居可能都来不及 本座会派重兵把守此地 十当陈生说道 意识非常愤怒 因为十号的血脉强大 连足中大佬都是升起了关注 却在头一天晚上就被人刺杀 还好十号没事 否则他肯定难辞其责 他大不离去 三年前的调包案要彻查 而今晚这个刺客可以如此轻易地混进来 此事亦要严查 皇宫的守卫难道是形同虚设的 这不是在打他的脸吗 众人都是退出了院子 但有大量的禁卫军就在外面把守 十号走进卧室 看着那残破的墙壁 生起了强烈的斗志 不管是谁 他都不去一站 第二天一早 十号就去请建十当 他当然是为了询问那两起案件的调查进度 还有一点 则是他父母的信息 知道他父母是谁 也可以通过他们的仇家来反推 然而 无论是三年前的调包案 还是昨晚的刺杀案 一切都是毫无头绪 而十号的父母问题 也同样调查不出来 好像他就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不得不说 幕后真凶的手段通天 十号反倒斗志昂扬 其实这反倒可以缩小调查的范围 十足有多少人 万来年的壮大之下 不说几百万 几十万族人是至少的 所以想在这几十万人中找出特定的凶手来 这谈何容易 但是 能够做到调包死囚和放人进皇宫的 这样的存在绝对不多 肯定是十足的高层 十统领 我想向你打听一个人 十号说道 谁 十丰 十当露出亚然之色 陈寅道 十丰乃是我族 继时耕老祖之后 最是天才绝伦之辈 直到十重出现 才将他比了下去 不过 二十来年前的时候 他突然失踪 也不知道是死了还是什么 说到这里 十当突然一顿 对着十号仔细端详一阵 道 你这么一说 本座发现 你竟与十丰有几分相似之处 失踪了 二十来年前 这都是对得上号的 十号陈寅道 这位十丰前辈可曾婚娶 可有子嗣 十当露出回忆之色 过了一会才道 十丰此人十分低调 而且从来参与朝中之事 平时若非修炼 便到处有力 对此 本座道真是没有什么了解 那能不能请前辈帮忙 调查一下十丰的事情 十号说道 好 十当点点头 他也很想确认 十号是不是十丰的儿子 从长相来说 这是极有可能的 而从天赋来说 就更加可能了 对了 昨天我来黄兜 知道这件事的大人物 共有几个 十号又问了一句 十当心中一凸 十号已是将矛头指向刀层了 他顿了一下 才道 陛下只是挂个名 坐镇天下 朝中大小事物皆有三位摄政王处理 昨天石龙 石明珍两位大人皆是伦修 坐镇朝中的乃是石智学大人 知道了 十号点点头 你该不会再怀疑石智学大人吧 十当问道 十号一笑 我不会贸然怀疑一个人 也不会轻易相信一个人 这意思是 他对十足任何一个人都不会信任 十当叹了口气 如此血脉惊人的族人那 值得好好培养 一定要建立起他对于本族的信心 所以 他一定要查出真凶 这才能够让十号归心 十号告辞离开 他出了皇宫 在帝都中转了起来 他这是故意在给幕后凶手机会 来杀我啊 然而一天逛下来 他却没有遭到袭击 好像昨晚发生的事件只是一场梦罢了 一晃 已是好几天过去 可是当那边没有消息传过来 而十号也没有再遇到任何的袭击 好像之前的刺杀只是认错了目标 十号相信 这是幕后凶手的谨慎之处 一击失手 在没有弄清楚十号的底细之前 便不会再轻易出手 反倒露出了马脚 十号想要调查十峰的事情 却发现这一场得困难 十峰此人虽然是族中赫赫有名的天才 可称继时更之后的最天才 直到十重出世 这才被并列 但是 十峰平时非常低调 不是在修炼 就是在外面游历 他在外面到底经历了什么 这没有丝毫的记录 所以 十峰的人生简直就是空白的 直到二十来年前 他突然消失 戛然而止 这个十峰 真是自己的生父吗 长相相似 而且他的年龄和十峰消失的时间点也对得上好 可没有通过血脉服确认便无法肯定 却池之中 十峰的那滴血呢 不行 一来 那可是足中重地 每个人一滴血 只要十家不灭 血液就不会消失 这是一种最好的纪念 二来 现在血池之中 十号的那滴血独自称王 所有血液皆是围绕他转 还怎么找得出十峰那一滴来 见所 戛然而止 第552张元祖洞 在帝都又待了几天 十号就坐不住了 他不能这么浪费时间 他想要离开 就算去地窟沙地也比干坐在这里好 就在这时 他收到了通知 让他去元祖洞 前来通知的人一脸羡慕 恨不得与他交换一下 何为元祖洞 这是第一代皇帝十峰效 以大手段建造的 里面塞了无数的天才地堡 进入元祖洞修炼 进步将快的惊人 因为每进一人就要耗费海量的资源 所以就算是十足之人 也只有为数少的可怜的顶级天才方 有资格进入 而基本上 每个人一生也就可以进入一次 当然一有人可以例外 便是十仲 他不过二十多岁 却已经进入元祖洞三次 前五古人 可能后亦没有来者 在他之前 十峰被当作未来的十足继承人培养 可当他失踪之后 十仲就接过了这个大任 所以才有三次进入元祖洞的特殊待遇 据说 十仲如今至少已经是补神庙的修为 而且战力缅压同阶 强得不可思议 可他却没有在任何榜上留名 亦低调的不可思议 十仲的修为可以提升这么快 有部分原因便是进了元祖洞三次 那来传讯的人也是十足子弟 却一次元祖洞都没有进入过 自然对于十号无比羡慕了 刚刚确认了十足人的身份而已 便得到这样的殊荣 岂能不让人眼红 又没有立下什么大功 真是不服气 十号可不会在意其他人的想法 既然这是一个提升修为的好机会 他断然没有拒绝的道理 他跟着那人出发 前往元祖洞 这依然在皇宫之中 而且是皇宫中守卫最森严的地方 每时每刻都有大量的守卫看守 便是文字也不可能飞得进去 在核对了守令之后 守卫这才放行 让十号进去 你可以在里面待三天 守卫说道 十号点点头 便朝着洞中而去 这其实是一个天然的山洞 因为皇宫太大了 将一座小山都是包在了里面 一进去 十号就感应到了佩然的能量流转 让他的灵魂都是变得活跃起来 真是个好地方 十号大步而行 来之前他已经听人说得很清楚 需要进入元祖洞的最深处 才能得到最大的好处 围走几步 他就发现这里的能量太过浓郁了 都是化成了液体 形成了积水 一脚踩下去 能量也受到碰撞 立刻化为了气体 蒸腾而起 化为各种各样的凶兽 灵魂的形态 十号知道 这能量就是从这些凶兽 灵魂中提取出来的 而所用的手段非常特殊 完整地保存了这些东西 生前的特性 所以现在才能重新演化出来 如此手段 辨识源成面也不会 果然 每一名柱天梯大能都有其特殊之处 十号放下这样的感慨 大步向着洞中深处而去 越是深入 能量就越是浓郁 能量也都是没过了他的头顶 让他能够畅游 终于到了 他来到了原祖洞的最深处 发现能量也之下 有一圈符文 密密麻麻 无比复杂 哪怕有原成面的记忆 他依然看得艰难 因为这涉及到了 驻天梯级别的天地规则 十号没有试图去破解 而是坐了下去 让整个人盘坐在符文上 顿时这一圈符文发光 轰整个能量直接是沸腾起来 以及快的速度旋转着 而十号便是整个漩涡的中心 不 应该说符文圈才是漩涡的中心 十号因为坐在上面 便也顺带着成了中心 无尽的能量汹涌而来 向着他的体内涌去 同时提升着他的力量和灵魂力 十号大喜 连忙照单全收 力量的提升他不用操心 有黑洞法相 他的力量太快了 可灵魂力的提升却是个瓶颈 已经制约了他的修为提升 你看 为了提升灵魂力 他都不惜给翁南晴当挡箭牌了 可见他现在对于灵魂力的提升 有多么渴望 这要让翁南晴知道了 肯定会大怒 这样的差事 多少人都是求之不得 你倒还嫌弃了 他还运转九转略天晶 以将效率最大化 空 能量汹涌 将他的身体都好像要撑爆了一般 十号尽可能的将这些能量 用在提升灵魂力上 力量方面他真的不担心 这元祖洞真是好地方 要知道提升灵魂力的天才地宝 无比珍贵 便是翁南晴这样的天之娇女 都要为之发愁 给十号一颗氧灵敏果都要肉疼 可在这里 灵魂力却可以得到惊人的提升 十号不由想到 十重三次进入过这里 又获得了多么惊人的好处 次数比不上 那只有通过九转略天晶来弥补了 十号疯狂地吸收着好处 尽可能地提升着灵魂力 一天过去 他再次运转九转略天晶 顿时 灵魂力的壮大简直肉眼可见 在一天过去 他又运转九转略天晶 当三天快要满的时候 他连忙第四次运转九转略天晶 虽然仅仅只能八转 但依然带来了足够多的好处 这下 他的灵魂之强大足以支撑 他冲上石箱了 官司在这一步是不用操心了 但是 迈上驻王亭之后 对于灵魂力的要求会更高 还是一样要求啊 他摸摸下巴 要是能够再进来几次 纳住王亭也不用担心了 这时 底下的符文圈却是暗灭了下来 能量也顿时停止了旋转 再无什么能量进入他的体内 当然了 他若是主动吸收的话 还是可以得到大量的好处 但这是外面的人在通知他 三天时间已到 你可以出来了 十号没有赖皮 他走出了元祖洞 表面来看 他的修为并没有什么进步 但是 灵魂力之强大已经直标石箱 这意味着他只要完善法相 并相应的提升肉身之力 便能够以惊人的高速直打石箱 出了元祖洞后 十号立刻闭关 既然灵魂力已经足够强大了 他便可以冲击六箱了 月银 十号轻声换道 知道了 知道了 你这个没用的主人 为什么你这么没用却还能活着 天道简直没长眼睛 月银依然毒舍 第553章白洞法相 空 就在下一个瞬间 十号和月银便已经进入了无垠的星空之中 这次要观想什么星体呢 我的建议是 白洞 月银说道 啥 十号亚然 白洞是什么玩意 黑洞的反面 月银解释了一句 黑洞是无物不吸收 而白洞是相反 将一切都是喷涌出来 与黑洞一正一反 形成了某种平衡 十号顿时大感兴趣 道 好啊 秋 月银带着十号的灵魂又开始穿梭星空 速度快得无法形容 这真是一件宝贝 十号感慨着 若没有这件仙气的话 他断然不可能观想出这么多牛逼的法相 虽然法相并不能决定一切 但十号可以肯定 他要比观想凶兽 自然 灵气的自己强出一大截 有时候 天才的差距就是因为这么一丁点的因素 在云顶星 十号可以横扫同阶 甚至越大境界战斗 可称战力无比 但是 放到仙界的话 却有许多天才同样可以做到 甚至比他还要厉害 在苏曼曼看来 他竟只能和大成霸体相提并论 总实力也仅止可以排进前百 所以 十号要尽一切可能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取久之后 十号才看到星空中有一道白色的喷泉 星空中居然有喷泉 不过 这喷出来的可不是水 而是任何物质 甚至包括了光 这真是无比规律的景象 不像黑洞 什么都被吞噬 连光亦不例外 事实上用肉眼是看不到的 但这不同 无比规律 无比壮观 这就是白洞 与黑洞刚好相反 去吧 月盈踹了一脚 哼 十号顿时就飞了出去 一头撞进了白洞中 不过 黑洞可以吞噬一切 便是灵魂也不例外 而白洞则是完全相反 它排斥一切 灵魂亦是如此 月盈飞了过来 强行将十号塞进了白洞之中 尼玛 身体都要爆了 十号现在虽然是个灵魂体 可他物质感觉身体齐痛 整个都要爆裂了 这排斥力太惊人了 他强行忍耐 而月盈虽然一直很不爽 他这个主人 但也绝对不会做故意害他的事情 以一股力量将他的灵魂护住 虽然还是很痛 但至少保证了他灵魂的完整 十号都怀疑他是故意的 这家伙有能力让自己完全感觉不到疼痛 却故意放了些力量进来 让他很不好受 太小心眼了啊 这样的排斥力无处不在 十号一边对抗着痛苦 一边则是在捕捉着白洞内部的规则 化为自己所有 不过一天而已 便是月盈也撑不住了 带着十号回归肉渴 你嘴巴那么硬 实力也不过如此吗 十号也是嘴巴不饶人 月盈呵呵 若非我曾经受创 这点小事算什么 好啊 既然你嫌弃 下次你自己去好了 别生气嘛 我只是说说而已 十号笑道 连忙安慰这个傲娇的气灵 他消化了一下 带月盈恢复过来 他们再次进入了星空 还是一天 月盈再次吃不消 带着十号归来 我顶多再来一次 积蓄的能量就要耗尽 所以 你下一次若不能观想出白洞法相的话 拜托你这个愚蠢的主人还是放弃吧 就不要眼高手低了 月盈独舌地道 我乐了个擦 我一定可以 十号满脸的不服 那我拭目以待 月盈还是一副比一到家的表情 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啊 十号在心中说道 又是一天之后 月盈最后一次带着十号钱去观摩白洞 十号百分之一千的发挥 将所有的规则细节都是刻入了脑海之中 待回归之后 他立刻开始冥想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猛地从深层次的闭关中苏醒过来 六相 成 不过当十号内是第六魂倒的时候 嘴角不由冲触了起来 见鬼了啊 第六法相居然又是一只兔子 不过不是黑色的 而是雪白雪白的 黑洞法相是黑兔 所以白洞法相是白兔 说得过去 也很合道理 为什么自己却是充满了兔槽的冲动呢 十号无语之急 他怎么就和兔子盪上了呢 算了 算了 只要威力够强就行 十号安慰自己到 他出关 一个人跑出了城 在荒山野岭中试验白洞法相的威力 秋 他心念一动 白洞法相出现 一只可爱的白色兔兔 左瞧瞧 右看看 一副很茫然的模样 嗯 和黑洞法相一个德性 十号强行压下一脚踹飞他的冲动 指着前方的小山头道 给我轰击 白兔对着他看 还将脑袋歪着 却依然一副很茫然的模样 能不能靠谱点啊 十号郁闷无比 这和黑洞法相一样啊 完全不听指挥 这叫什么事 傻子 月银的声音响了起来 凭什么说我傻 十号原本就很不爽 现在正是对天对地对空气的爆发期 你想想 白洞是喷吐能量 可能量哪来 凭空便出来的 月银痴然道 咦 那怎么办 我养了个废物吗 十号呲牙 天哪 你怎的那么蠢 月银一副见鬼的模样 你跟猪一样吗 哦不 我不能侮辱猪 你比猪还要笨 你难道不会用你的唇脑袋想想 黑洞是吸收一切 白洞是喷吐一切 那么 黑洞吸收的能量和物质去了哪 十号心中一动 顿时 黑洞法相也被他运转出来 顿时 两只兔子一蹦一跳 于月地稀稀起来 欢乐无比 我去 十号差点晕倒 这是去了游乐场吗 你们能不能靠谱一点 他叹了口气 两只兔子完全没有理他 依然在互相戏耍着 完了 原本黑洞法相还能用用 现在被彻底带偏了啊 十号郁闷无比 顺便踹了一下脚 白兔健壮 立刻一张嘴 向着地面突出了一道光柱 哄 地面狂颤 瞬间就出现了一道道猎戏 有可怕的光滑在里面泛动 然后在下一个瞬间 光滑就迸发了出来 这些皆是汹涌的能量 引发了整个大地的崩坏 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冲天而起 而大地则是沉降 瞬间就化成了一个巨大的天坑来 尼玛 好恐怖 第554张恐怖爆发 白兔蹦蹦跳跳 一脸的无辜模样 好像刚才发生的事情与它完全无关 这 池浩瞠目结舌 这就是白洞法相的威能吗 太恐怖了啊 这一击的爆发简直要逆天啊 再来 池浩指着前方 大声道 给我轰 白兔却不理他 一副很大爷的模样 轰啊 池浩又道 这不能指挥又算怎么回事 黑洞吞噬 白洞爆发 月银的声音响了起来 刚才那一击 白洞已经消耗完了黑洞所有积蓄的能量 你让它还怎么爆发 咦 也就是说 黑洞法相吞噬的能量越多 给予白洞法相的爆发就越是恐怖 池浩没有在意澳焦气灵的神出鬼没 反正它就是喜欢打击自己 理论上如此 月银点头 不过 限于你的境界 黑洞可以积蓄的能量是有极限的 达到这个极限之后 再去吞噬也没有意义 不可能将威力提升 池浩点头 这么一解释他就明白了 走了 他纵起身形 向着黄兜而去 这里虽然是荒山 但是 发出了如此大的动静 肯定会有强者跑过来查看 他暂时还不想曝露了白洞的秘密 这可是阴人的大杀气 按刚才的能量强度计算 便是一王二王级别的驻王亭都可能被轰得渣都不胜 所以出其不意阴人的话 那真是一杀一个准 嗯 白洞法相没有持续战斗能力 但用已爆发的话 却是超级大招 池浩回到黄都之后 就动了回天宫学院的心 现在 他的灵魂力足以提升到石箱 所欠缺的又成了时间和力量提升 所以 禁元素地窟杀怪 在静态虚界完善法相 这才能快速提升他的修为 池浩去找石档 表明自己要再时离去 反正一时半会之间 他的身世之谜还解不开 池浩只是微微犹豫一下 便同意石号离去 强者是在学与火的厮杀中磨砺出来的 而不是被保护出来的 去吧 他说到 确实派出了一名捕神庙的护卫随行 这可是石家的人 哪怕不是石风之子 可光冲着对方那妖孽无比的血脉 那也值得家族花大力气培养 所以 派个捕神庙进行保护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身为石族很重要的一员 这点排场难道还没有吗 这名保镖叫秦卿 并非石族人 而是一名孤儿 从小就被石族收养 因为武道天赋够高 便得到了重点培养 对石族忠心耿耿 他已经有四十多岁了 但因为修为足够高 容貌的变化也是极缓 看上去就跟二十多岁似的 池浩离开 回转学院 一路都很顺利 他和秦卿并没有遇到任何的袭击 顺顺当当地回到了学院 他刚回来 翁南秦就过来拜访他 你是不是石家族人 这女人好奇地问 离看出来 你还挺八卦的 石浩笑道 少废话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吞吞吐吐的 一点也不爽快 翁南秦比仪地道 他喜欢的类型应该就是这种豪迈大气型的 而不是石浩这种有嘴滑舌 不甚正经的 你明明拥有这么好的条件 为什么不做一个豪迈的大英雄呢 石浩一笑 你说是就是 你说不是就不是 这重要吗 他的强大从来都是自身 家族什么的 他没有想过要拿来吓唬人 翁南秦翻白眼 这个被懒的家伙 他就是不满石浩这点 哼 他负气离去 哭 石浩则是松了口气 幸好我聪明 不然的话 这女人要是对我死缠烂打 慢慢肯定会不开心 第二天 石浩就向学院提出申请 要进元素地库立院 他已经好几次进入 战绩惊人 因此 学院方面对他也很期待 很痛快的批准了他的申请 石浩 这次 无论如何我也要一起 曲泽琪十分无赖地道 石浩太了口气 你能不能先把我的大腿放开再说 你答应我 我就放手 曲泽琪一脸的坚决 你要做我的保镖 石浩问 对 曲泽琪点头 可我已经有保镖了 石浩笑道 谁 曲泽琪顿时怒不可遏 南门西这个王八蛋 石浩啊 你千万不要相信他 这家伙只会逃跑 你让他做你的保镖 只会被他卖了 曲泽琪 背后说人坏话 可是很不道德的 南门西的声音响了起来 南门西 我要和你决斗 曲泽琪一跃而起 向着南门西怒目而视 来啊 看谁怕谁 南门西自然无惧 两个人开始攻击斗 石浩则是趁机向琴倾使了一个眼色 两人悄然离去 曲泽琪只以为南门西是石浩的保镖 所以只要盯着南门西 那就等于盯上了石浩 谁料到石浩会自己跑了呢 石浩与琴倾一路来到了元宿地窟 通过了层层检查之后 他们便进入了地窟之中 琴倾十分低调 在石浩的嘱咐之下 他隐藏起了胸围 表现得和观自在差不多 这才可以阴忍 他们杀入元宿生物的聚居地 石浩没让琴倾出手 而是尽可能的让黑洞法相去吞噬元宿之河 为白洞法相蓄积能量 在端了三个聚居地之后 西岩盟的人终于姗姗来迟 盟主沙玉堂亲自带队 还有全城里丁城教解天一 成非这样的天才高手 阵容可以说是非常强大 他们迅速将石浩二人包围 如此一来石浩自然差异难非 他们只以为严厉为一行人的死亡乃是遭遇了元宿生物中的强者 根本没有想过有被石浩击杀的可能 不是开玩笑吗 石浩一笑 你们可终于来了 等得我好辛苦 杀玉堂等人面面相去 都是露出愤怒之色 好嚣张啊 都被包围了 还敢是他们未无误 石浩 你的人生到此为止了 丁城教立刻冷哼 对方太嚣张了 一定要打击一下他的锐气 石浩看向他 伸手一指 你可敢与我一战 我保证一拳打死你 要不行的话 我把脑袋搁给你 第555章接我一击 听听 这有多么嚣张 丁城教自然勃然大怒 虽然石浩确实很厉害 连败解天一和成非 而他的实力也不过与这二人插相左右 估计亦不可能是石浩的对手 但是 你想要一拳打死我 你何来的勇气说这样的话 真够嚣张的 丁城教不能忍 他立刻一个箭步冲了出去 就一招而已 他倒要看看 石浩怎么杀自己 他也只会接这么一拳 然后就会开启嘴炮 对石浩展开无情的嘲讽 让你嘴硬 就那么点距离 一眨眼就能冲到了 丁城教没有想过打败石浩 他做好了完全的防御准备 石浩出拳了 很简单 就是一拳挥出 打了过去 停弹到几乎没有火气 砰 然而 这一拳下去 丁城教的防御却成了指呼的 根本不堪一击 石浩的拳头长驱直入 生生将他的脑袋给打爆了 规则之网缠绕之下 官字在中谁能接得下来 什么 看到丁城教死在面前 西岩蒙的人都是又惊又怒 石浩明明已经是瓮中之鳖了 可现在居然还让他杀了一人 这是何等的打脸 太可恶了 真不好意思 你没能扛住我一拳 石浩耸了耸肩 规则之网的包裹之下 他手上亦是不沾一滴血 够了 杀玉堂站了出来 他已是看得清楚 石浩的实力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官字在 所以只能由他出手 否则这里的人上一个死一个 甚至一起上一指是石浩多出几拳的事情 秦青眉头一挑 向着石浩看去 石浩的实力让他都是震惊 但是 现在是助王婷出手 你又如何对抗呢 要我出手了吧 可石浩却看也没有看他 而是向着杀玉堂招了招手 老杀 你也要接我一击吗 怎么 你想说我要是接不下你一拳 也要将脑袋摘给我吗 杀玉堂猛笑 石浩展颜一笑 你要可以接下我一招的话 我就让你陪我的小弟玩玩 他指了指秦青 顿时 所有人也都是向着秦青看了过去 秦青差点泪流满面 终于将我想起来了 我可是补神妙高手啊 我要是出手的话 瞬间就可以让你们全灭 只是他现在将气息全部收了起来 看上去跟个观测在差不多 又怎么可能让西颜蒙忌惮呢 因此 众人看了一眼之后 便又纷纷将目光收了回去 不值得浪费时间 靠 秦青撕牙 琢磨着是不是该出手一下 让人知道他的厉害 哼 你先接下我一击再说吧 扎玉堂冷笑 一掌劈出 尽力顿时化成了一道金色的锋刃 向着十号斩了过去 十号身形一闪 已是将这一击躲过 然后心念一动 黑洞白洞法向其出 顿时 两只兔子蹦蹦跳跳 能蒙人一脸的血 七眼蒙的人都是一愣 然后差点笑喷出来 以他们的眼力当然看得出来 这两只兔子都是十号的法相 早就听说过了 之前是十号是三项的时候 其中一道法相便是指黑兔子 扑 你压养兔子扬上瘾了 一只黑兔不够 现在再来一只白兔 哈哈哈哈 真是笑死人了 变是勤青都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自然知道十号的血脉无比强大 所以他这个捕神庙才会派在十号身边 做一名护道人 可是 兔子法相 拥有这样的法相 十号能厉害到哪里去 给我灭了他 十号向着鲨玉堂一指 白兔立刻盯上了鲨玉堂 但也只是看着 这一刻 所有人都很想笑 你妈 你是疯了吗 居然指望一只兔子法相去杀住王庭大能 更搞笑的是 这法相居然还很有个性 没有理会十号啊 可就在这时 白兔猛的一张嘴 轰 一道能量喷涌而来 汹涌得无法形容 向着鲨玉堂冲击而去 鲨玉堂顿时脸色大变 这能量的爆发太可怕了 完全不比他全力一击来的弱 关键是 他做梦都不会想到十号 或是白兔可以轰出这么恐怖的攻击 完全没有一丝防备啊 仓促之间 他也是拼了 尽可能将力量调动起来 挡在了身前 轰 能量波涌过 将大地硬生生铲出了一片明显的痕迹来 而鲨玉堂道还是站在了原地 只是身上的硬物破破烂烂的 隐约甚至可以看到小鸟 他伤痕累累 身体也有些摇摇欲坠 这窥得是他 乃是西岩大陆有数的天才之一 否则换了一个二王的话 肯定在这一击之下就挂了 全场震惊 谁能想到十号可以猛到这样的地步 谁还敢看不起他的法相 如此猛的法相 给我来一打啊 秦卿则是服气了 难怪十号可以得到族中大佬的青睐 确实 光是这法相就牛逼得一塌糊涂 解天衣等人瑟瑟发颤 这是要逆天了啊 官司在一击就僵住王亭轰的重伤 这简直跟做梦似的 但是 这是一个噩梦啊 杀玉堂之后 还有谁可以阻止十号 十号一笑 向着杀玉堂道 恭喜你接下了我一招而没死 现在 你可以和我的小弟交手了 杀玉堂自然气得半死 他可是助王亭 助王亭啊混蛋 十号 虽然我受了重创 但要杀你还是绰绰有余 他森然说道 两座巍峨的王亭寄出 向着十号镇压而去 他还有王亭 这是碾压官自在的 去死吧 秋 秦清越了过来 伸直对着王亭轻轻一点 让人惊爆眼球的一幕出现 只见两座王亭立刻暴碎 天哪 七言蒙的人都是瞠目结舌 恨不得暴头大豪 怎么可能 这一指就将王亭暴碎 那是何等力量 此人哪是什么小弟 根本就是哥大高手 啊 沙玉堂露出痛苦之色 王亭被生生爆碎 等于将他的境界硬生生砍回了官自在 这是从身体到心灵的双重打击 他不可思议的看着秦清 颤抖地道 你是补神庙 补神庙 见了鬼啊 十号的身边居然出现了一名补神庙 一击就将他的王亭崩碎 什么 姐天一等人都是绝望 这下他们连逃跑的资格都没了 第556章 亲生父母 沙玉堂意识无比绝望 谁能想到十号身边竟有一位补神庙呢 现在 他们这些西言蒙的精英全部要死在这里 学院还剩几个官自在 也就三个而已 这样的西言蒙道确实还是天宫学院的二流势力 但还有东山再起的一天吗 与一流势力的差距越来越大 而比之三流势力一只是烧胜一筹 跑 能走一个是一个 沙玉堂大声吼道 在这一刻 他表现出了一蒙之主的担当 他强行燃烧生命精气以提升战力 做人生之中的最后一战 他是肯定挡不住一位补神庙的 但是 哪怕只能够挡下一瞬间 他亦可以为其他人争取到一丝丝的逃生时间 说不定就有人可以逃得出去 然而 秦清只是在一谈纸 沙玉堂便崩碎成渣 根本不堪一击 其他人根本没时间逃走 补神庙出手 有两个大境界的碾压 只有被成片秒杀的份 就那么几下而已 西言蒙的人全部倒地 至此之后 西言蒙真的示弱了 在学院中完全没什么存在感 池浩只是扫了一眼 便收回了目光 他没有心情放在这种闲杂人等的身上 不过 这件事的起因其实微不足道 便是浅见雄己人想要黑石浩身上的宝物 结果双方的愁却是越结越深 导致如今西言蒙的近乎覆灭 柳游自取 池浩没有丝毫动容 难道要让他被西言蒙杀了才好吗 走他们继续扫荡 有勤勤之助 石浩自然少了许多的顾虑 一路横扫 一座又一座元素生物的聚居地被石浩推平 二十多天后 石浩没有再待下去 选择了离开 他回到了学院 兑换好贡献之后 他就进了太虚界 开始进一步完善他的白洞法相 白洞是黑洞的对立面 但黑洞的法相只需要那只兔子吃吃吃 就可以达到完美 可白洞不行 这需要石浩不断地揣摩钻研 外界过去了十七天 而石浩则是整整在太虚界中待了一百七十天 这才重新回归肉身 回归的一瞬间 他的灵魂又受到了肉身的排斥 过了好一会才重新适应 白洞法相已是完善得差不多了 但贡献值也用尽了 他无法再在太虚界中待下去了 而且太虚界也不能待得太久 最多只能二十天 否则的话 灵魂就真的回不了肉身了 所以哪怕石浩还有更多的贡献值 外界时间再过三天 他亦要被强制退出太虚界 然后至少再隔一个月才能重新进入 环差一点 但距离六香巅峰也不远了 就在石浩想要重入元宿地窟的时候 他却是突然收到石浩的来信 他的生身父母找到了 咦 石浩没做犹豫 立刻启程出发 向着石国而去 四天之后 他和秦亲便又回到了皇城 石浩立刻去见石浩 这是你父母的资料 石浩递出一份调查报告 石浩接过 很快速地浏览了一遍 在这份资料中 他的父亲叫石浩 母亲叫申南莲 石浩在石族只能算是一个小人物 武道天赋并不出众 因此更多的是担任了商人的角色 二十来年前的时候 他与申南莲前往北营大陆做生意 却不幸遇到了海啸 可能还有海中凶兽之类 总之 遗传的人全部死了 至于石浩为何能够漂流到诅咒之地 那只能说是奇迹了 这就是真相 石浩陈寅 先不说他和石峰相像的事情 关键是 从南木大陆到北营大陆 虽然取得路线有一段 确实与东火大陆很近 但是 一个婴儿能够乘风破浪 平安躲过恶劣的天气 甚至海中的食肉生物 一路漂流至诅咒之地 这可能性有多低 石浩知道自己与众不同 否则也不可能让原成灭夺射失败 反给他送了一份大礼 但这是神魂层念的 石浩的肉身很正常啊 否则当初他也不会半残 从云端跌落下来了 所以 他怎么可能一路飘洋过海 来到了诅咒之地呢 而且 他并非是在海边被发现的 而是河流中 石浩相信这份资料是真的 有时刚和深南连这两个人 而他们也确实生过一个儿子 也出海去做了生意 但是 这个儿子是不是他 那就要打至少一万个问号 可能性太低了 但他没有直接发出疑问 而是拿着这份调查报告离去 他要亲自调查一下 他去了石浩的故乡 持族人太多了 只有嫡系才会生活在帝都 也只有嫡系中的嫡系 又或是天才横溢之辈 才有资格住在皇城之中 像石浩这种边缘族人自然是住在别的城市 所谓宁为鸡首 不做牛尾吗 石浩的故乡在浦阳城 石浩找到这里的石家分支 说明来意后 立刻得到了盛情招待 首先 这可是能够在皇都混得开的大天才 二来 这也极可能是他们这个知脉的族人 所以 无论出于哪一点 他们都应该对石浩热情了 这知识族人并不强大 修为最高的也只是官自在 与石浩齐平 所以 石浩的到来 甚至江峰组长都是惊动 亲自作陪 卷脉服只能在父母跟子女之间生肖 兄弟 姐妹以及其他亲属是没用的 所以 石浩 深难连继死 石浩无法从根源上证明三者有没有关系 但是 石浩夫妇真是太普通了 而且长相也差得太多 飘海过海更是充满了不可能 所以 要石浩相信他就是石浩夫妇在海难中幸存下来的儿子 这怎么可能呢 唯一相符的 便是当初石浩夫妇是在出海前将儿子生下来的 根本还没有回帝都让儿子在雪池中滴血 石浩在浦阳城住了几天 正当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这天夜里他却是突然遭到了一个不速之客的拜访 石浩正在睡觉 可张开的领域却是猛的捕捉到了一人的接近 他坐了起来 这时 窗户打开 一个全身拢在黑衣中的人飘了进来 黑衣人似乎也不奇怪 石浩的醒来 就那么站在窗边 盯着他看 第557章 江山是真相 我是不是该问一句 你是谁呢 石浩说道 黑衣蒙面人冷冷的看着他 道 你应该问的是 自己是谁的儿子 哦 你知道 石浩笑道 这是一名补神妙强者 但只要没有修成领域 便不可能无声无息地突破他的领域感知 见石浩依附不知死活的模样 黑衣蒙面人的眼神中明显流露出了失望和厌恶的色彩 他摇摇头 你父亲一生英雄 怎么会生出你这样的儿子来 真是不好意思 让你失望了 石浩已经准备动用月银的力量 此人极可能了解他的身世 他要将对方拿下 黑衣蒙面人更加不满 石浩怎到了这时还一副吊儿锒铛的模样 亏他知道石浩归来 而且是雪脉利亚两位老祖宗 成为石家第一时无比兴奋呢 哼我先替你爹教训你一下 他突然出手向着石浩抓了过去 石浩心中电转 这人应该是生父的朋友喽 所以他并没有动用月银的力量 而是心念一动 变进了先驱之中 疑 黑衣蒙面人一抓落空 不由露出无比的震惊之色 在他面前 而且还是神石笼罩之下 一名官自在竟是神秘无比的消失了 这怎么可能 他可以无比的肯定 这地方绝没有什么传送阵 那么 石浩是用了顺衣服吗 他连忙退出了屋子 将神石放开 要查看附近百丈之内有没有石浩的存在 顺衣服的移动距离是十分有限的 前辈是在找我吗 石浩的声音却是突然从屋中传了过来 黑衣蒙面人顿时有肿头皮发麻的感觉 石浩又回来了 天哪 他依然没有察觉到 这小子掌握了什么诡异的能力 但是 如此一来他反倒松了口气 因为石浩之前的轻松并非不知死活 而是有着十俗的底气 这观念一转变 他对石浩的失望和厌恶就重新变成了欣赏 不愧是那个人的儿子 他走回屋中 只见石浩还是在原来的地方坐着 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 这气魄 强 他越发地欣赏石浩 道 虎腹无犬子 你没有让我失望 你是不失望 关我屁事 石浩只是一笑 前辈知道我的身世 黑衣蒙念人点头 道 你爹是石峰 你娘是祝宇兰 在二十来年前的时候 发生了一桩霸变故 导致一切都不同了 果然如此吗 石浩心中翻涌过无数的念头 然后道 还请前辈将事情的真相一五一十的告诉我 黑衣蒙念人点点头 然后道 这里不是说事情的地方 跟我来 石浩没有犹豫 直接点头 好 他有先驱 还能让月迎戒一次力 完全不拒补神庙 当然了 要是换成是大忌天的话 那石浩就会小心再小心 以大忌天的实力 完全可以欺瞒过他的领域感知 在他没有任何反应之前将他制住甚至杀死 黑衣蒙念人转身离开 石浩则是跟上 对方明显有考教石浩的意思 速度飞快 几乎要达到普通驻王庭的程度了 可他看了眼石浩 却是惊讶无比 石浩完全跟得上 而且是轻轻松松 有若贤庭信部 黑衣蒙念人暗暗点头 心中更生欣慰 不多时 两人就出了城 来到了一座密林之中 黑衣蒙念人先将脸上蒙着的黑布解了下来 道 我叫石明 是你父亲的远房堂弟 从小就跟着你父亲一起修炼 不过 石风哥与我来说 更多的像是一位师父 若没有他的指点 我现在应该还无法走到捕神庙这一步 石浩沉吟一下 道 前辈为什么如此肯定 我便是石风前辈的儿子呢 你们两个的长相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了 石明说道 当然了 你更像你的母亲一点 关键是 二十来年前流落东火大陆 这两者加到一起 让我相信你就是石风哥的儿子 另外 石明顿了一下 我记得那孩子有个胎记 在左脚的脚底 有九颗红痣组成了莲花状 听到这话 石浩基本就相信了九成 他的脚底板确实有这九颗这样的痣 而这件事情他可没有告诉给任何人知道 还请前辈将具体的事情告诉我 他诚恳地道 叫我明叔吧 石明说道 脸上带着欣慰的笑容 明叔 石浩从善如流 石明点点头 说了起来 你父亲是一个真正的天才 神末武学秘书到了他的手里 莫不是立刻就能学会 他在二十三岁的时候就已经修到了补神庙 此等成就 便是比之两位老祖一事不遑多让 在十一岁的时候 石风哥便踏进了大忌天 比之那万古最妖孽古史云一直是差了丁点 从大忌天开始 进步便不能一味靠苦修了 所以 石风哥便开始游历天下 以争取尽快迈上驻天梯 可以接过老祖宗的重任 扛起十足的大旗 在辉煌五千年 不过 你爹在外游历的时候 却是意外遇到了你的母亲 两人很快就投入了爱河 并有了你 于是 你父母立刻回了石国 将你生了下来 原来一切都很完美 可在你生下来不过十天左右 却是突然发生变故 你母亲莫名横死 而你爹则是认为是十足加害 为了你的安全 便带着你杀出了石国 将你安顿好了之后 又杀了回来 要为你的母亲报仇 结果引得老祖宗都是亲自出手 将你爹拿下 关进了地渊洞中 让你爹反省 原本 你爹杀了许多族人 应该是难逃一死的 还是老祖宗不舍的 才关进了地渊洞 求而不杀 十号听着 始终没有插口 直到石鸣完全停了下来 他才沉吟一下 道 如果我母亲真的死在了十足手里 那不管是谁下得手 都必须血债血偿 他已经很久没有露出修罗杀神的一面 但现在杀意被彻底点燃 有一股杀人的冲动 第558章 潜入地渊洞 好浓重的杀气 以石鸣之能 都有一种皮肤被刺痛的感觉 让他惊骇 这年轻人要念到了何等地步 明明只是个关自在而已 可给他的感觉都快感到的上驻王庭了 可是 十足亦是他的家族 到时候同事操歌 他亦要十分为难 我母亲是如何死的 明书你并不清楚吗 十号问 痴明摇头 这件事情恐怕只有你父亲知道 不过 当时你一眼眼一息 你爹急着带你离开石国 所以 只是跟我提了一句 他应该会去东火大陆 至于其他事情 我亦没有来得及问 还有 当时时封大开杀戒 将他都是吓猛了 也忘了要问什么 十号则是移了一下 连自己当时都是受了伤 爱妻死亡 儿子受伤 时封肯定会暴怒 若这一切都是十足中的人所为 那也难怪时封会大开杀戒 但是 一切的根源是什么 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同样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十号的头脑电转 缓缓问道 明书 我父当时被列为了实俗的继承人 得到了举国之力的培养 不错 施明傲然说道 你父亲的武道天赋太妖孽了 而且三十一岁的大忌天都可以媲美古史云了 连老祖宗都是对十丰哥无比疼受 要知道 老祖宗从来没有抱过哪个族人 可十丰哥小时候却经常骑在老祖宗的肩上 十号点点头 道 所以只要一切正常 我父就是十国下一任的皇帝 没有任何意外 当然 这是板上钉钉 绝对无比的事情 十明点头 满脸的理所当然 十号露出冷笑 我父被求 接下来就是十仲成为了十足的继承者 所有的资源全部向着他倾斜而去 是不是 十仲目前不过二十四五岁 据说已经达到了补神庙 那同样在三十一岁达到大几天 甚至更早一点也完全有可能的 这一来是十仲的五道天赋够高 完全不弱于十风 二来的话 也是十足倾国之力培养的结果 别的不说 十仲不过二十四五岁 却已经进入过元祖洞三次 这有谁可以相比 十明先是一愣 然后失色到你是怀疑 十仲一脉杀害了你的母亲 逼得你父亲大开杀戒 从而废了他继承人的身份 让十仲取而代之 这想法真是天马行空 也大胆之极 可仔细品一下 确实很有可能 哪怕是十国这样的实心势力 但想要将某个天才送上驻天梯 而且还是在极有限的时间之内 那必然要消耗无比惊人的修炼资源 这样的消耗 便是十国一吃不消 只能轻易国之力培养一个人 所以 有了十峰便不可能再有其他人 哪怕十众的天赋再高一美用 现在十峰被求 继承人的身份亦被剥夺 不正好给十众让位吗 太过巧合的话 那一定是阴谋了 十号还没有将自己当成十家的一份子 所以 他完全可以跳出来看 不带什么偏见 也可以怀疑任何人 要知道 十众一脉的分组长可是石龙 三大摄政王之一 所以 他要是做了什么手脚 让柱宇兰横死 让十号受了重创 这肯定不难 如此一来 十峰肯定看谁都是不信任 只能先把儿子送走 再孤身回来报仇 这在逻辑上都是讲得通的 明书 帝渊洞在何处 十号问道 十明不由一惊 你该不会想要去劫狱吧 十号笑了笑 劫不劫狱先放到一边 我得见一见父亲 十明摇头 没有老祖宗的点头 哪怕你进了帝渊洞 也不可能见到十峰哥 他已经求过许多次了 但别说见十峰 便是帝渊洞都无法踏足 明书 你只需要告诉我帝渊洞在哪 其他的我来解决 十号说道 显得自信满满 十明当然不可能相信十号有能力进入帝渊洞 但十号看起来也不像是个鲁莽之人 因此 他考虑了一下之后 还是将帝渊洞的所在告诉了十号 这还是在皇城之中 但守卫的力量更加严密 没有三位摄政王共同签署的首令 任何人都不得进入其中 而没有老祖宗的点头 就算进了帝渊洞也不能去见十峰 帝渊洞是什么地方 十足用来关押犯人的 而且还是实力超强 背景超厚的犯人 为什么不杀 第一 比如对方有同样强大的背景 杀了会有大麻烦 不杀只求的话 那对方的背景视力也会选择克制 第二 想要从囚犯身上逼问出什么秘密 有些人嘴硬的厉害 便只能先囚禁着慢慢逼问 所以地渊洞意是十分危险的地方 万一里面发生什么暴动的话 那造成的危害太可怕了 最关键的是 十国虽然有一位驻天梯大能坐镇 但石庚真是太老了 已经达到了五千年的极限寿源 随时可能化到归天 甚至 有人怀疑石庚已经挂了 只是十足故意隐瞒 不然的话 有些势力之前 涉于驻天梯强者的威力不敢乱来 一旦石庚不在 便会暴起发难 所以 地渊洞中若是发生暴动 那肯定要将石庚惊动 如果石庚出来 那以他现在受缘干涸的状态 那肯定出手一次少一次 而如果他不出来的话 那等于是坐实了他化道的消息 所以 地渊洞是万万不能发生状况的 也因此 石浩想进地渊洞简直就是白日做梦 第二天 石浩就返回了帝都 他要和石丰见面 甚至将对方救出来 而他的仪仗 自然是先居了 几天的踩点下来 他决定付诸于行动 赤叶 他悄然出发 很快 他就来到了地渊洞的附近 这里的防守果然严密 简直就是固若金汤 石浩却是一笑 他爬到高处 算一下距离之后 猛的纵了出去 然后身体进入了仙居 其他的 便交给重力了 仙居飘落 有若一粒尘埃 广过了所有的守卫 落进了地渊洞的通道之中 石浩立刻出了仙居 虚弥戒指数展开 他顿时变成了拳头大的小人 第559章巡赋 这么多天中 石浩一直没有放弃对于虚弥戒指数的钻研 太有用了 所以 虽然现在石浩还远远达不到戒指的程度 可极限的缩小程度也达到了拳头大 这可以让他的目标减小无数倍 再加上领域 他只要不碰上同样拥有领域的人 他完全可以在这里横着走 石浩立刻跑动起来 穿云不可不受体型的影响 他的速度快得惊人 一层层地往下 石浩也躲过了一道道的巡逻 事实上 这个牢狱的防守是外景内松 内部巡逻的都只是些仰魂比暗静的舞者 为什么呢 首先 外面的防御力量太强大了 第二 这里的每间囚房都有禁制 里面的犯人也带着特殊的镣铐 被锁住了修围 里面不可能出乱子 那么只要让外面的人闯不进来捷狱就行了 自然是将防御力量堆在外面了 石浩发现 越是往下 关押的人就越是强大 而到了某一层时 巡逻都是不见了 通道一片漆黑 两边则是牢房 门上只留一个黑油油的窗口 咦 小家伙 你居然可以潜入这里 一间牢房中突然传出了声音 嗯 呀 其他牢房之中也陆续传来了声音 都是显得十分亚然 显然他们也发现了石浩 领域 石浩索性恢复了原来的模样 开始一间间牢房的看 饺子 你帮老子出去 老子可以传你绝世神功 帮助本座脱困 本座可以帮你杀人 本座可以赐予你无上秘宝 牢里的人纷纷说道 皆是想要诱惑石浩 帮助他们脱困 锅灶 石浩喝道 一个个吵吵吵的 难道想将守卫引下来吗 这让牢中人都是新鲜 以他们的身份和实力 居然被一个小小的官自在给呵斥了 他们没有在意 又接着叫喊了起来 这里没有守卫 但并不代表闹翻了天 也没有人出现 很快就有守卫出现 但扫了一圈之后 却又退回了上一层 这里关的都是大忌天 甚至更强的存在 虽然修为被制 可精神压力依然恐怖 哪个守卫都不想在这里多待 所以既然没事 那自然是离开了 带守卫走后 石浩从仙居中出来 这让牢中那些人皆是震惊 因为以他们的神识感应都是没有发现 石浩是怎么消失又是怎么出现的 小小的官自在啊 这下 他们对于石浩的信心顿时陡增 脱困有望 这些人都是许起了条件来 管他夸张不夸张的 只要石浩能够心动就行了 能不能实现 呵呵 一旦他们脱困 石浩又能约束得了他们 石浩完全没有放在心上 只是一间间牢房的进行确认 很简单 只要找一个跟他有点像的人就行了 可是 这也很困难 因为许多人都是乱发批复 根本看不清模样 而大家都有领域 石浩想以领域将人看轻易做不到 没办法 石浩只能开口 道 我叫石浩 来自东火大陆的一座岛屿 二十来年前的时候 有人将我再丢弃在了那里 庆石 这家伙是十足人 操 还以为能够脱困 原来根本就是敌人 好多人都是破口大骂起来 既然是十足的人 肯定不会助他们脱困了 都给我闭嘴 这时 一个声音猛的响了起来 盖住了所有声音 石浩 你凶什么凶 不错 你以为自己还是当年那个叱咤风云的天才吗 石浩早已经将你放弃了 众囚犯也是一愣 然后纷纷驳斥起来 坚不说他们的实力不输 就算不急 现在大家都被关着 谁又需要怕谁呢 石浩则是大步而行 来到了一座牢房之前 里面正有一名棚头垢面的男子 看不清脸 但可以看到眼神明显激动无比 我是石峰 那男子说道 石浩点点头 猛的身形一纵 向着牢房上仅有的小窗口撞了上去 不可 石峰连忙叫道 这整个牢房都是布下了尽致 一旦触发 就会惊动整个地渊洞 石浩不过区区观自在 肯定难逃一劫 然而 他却是惊讶的发现 石浩突然就消失了 然后人影一闪 他就出现在了牢房之中 神出鬼没 太惊人了 石浩直接脱掉了鞋子 向对方展现了自己的左脚底板 儿子 石峰原本就很激动 现在则是整个人都好像要爆炸了 眼泪顿时滚滚流了出来 二十年都出头了 本以为再难见儿子一眼 没想到竟会在这样的地方重逢 石浩没有贸然认亲 而是取出了血脉符 借一滴血 父子相遇 原本应该是无比激动 无比高兴的事情 可被石浩这么来上一下 石峰顿时有些哭笑不得 这儿子还真是谨慎啊 肯定啊 爹哪能乱认的 石峰咬破手指 向着雪脉符低了一滴血 空 顿时 雪脉符燃烧了起来 没错 亲爹 爹 石浩跪了下来 向着石峰磕起了头 石峰整个人都被铁链困着 活动的区域极为有限 他无法将石浩扶起来 只能道 好孩子 快起来 是为父对不起你 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 石浩磕了九个响头 这才站了起来 孩子 你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石峰却反倒关心起这种小事来 砰砰砰 外面却是响起了脚步声 原来其他囚犯的大叫又将守卫给引了过来 但是 守卫只是看了看空荡荡的走廊便离开了 这不是很正常吗 难道还有人可以闯进牢房中去 石浩 石峰先停下了说话 直到那守卫走开 他们才又重新说了起来 监视石峰问 全是关于石浩的成长故事 将石浩的人生轨迹差不多了解了 石峰才十分感慨 又充满了欣慰 没有他在身边 石浩也过得很好 现在意识观自在 虽然比起他当初要慢了许多 但哪怕放在南木大陆都能称得上惊人了 第一 当初究竟是谁害死娘的 石峰问完 自然换到石浩问了 第五百六十张体质剥夺 石峰顿时神情一致 然后露出怒容 他的呼吸都有些乱 好一会之后 才道这一切还要从你出生说起 石浩奇怪 这跟他的出生有什么关系 你生而强大 拥有这个世界上最最强大的体质之一 为九阳圣体 石峰说道 我是三阳体 在你身上 体质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提升 疑 石浩一愣 我并没有什么特殊体质 如果他是九阳圣体的话 他自然早就发现了 而且九阳圣体可以与霸体齐名 一旦激发体质出来 战力将无比恐怖 因为 你的九阳圣体为人所夺了 石峰说道 怎么可能 石浩可是拥有原成灭记忆的 可就算是这位驻天梯的大能意 不知道体质还可以剥夺的 为谁 怎么剥夺的 他问 石众 石峰鸟牙说道 等等 石浩觉得奇怪 就那个现在被称为实俗继承人的石众 哼 他现在成继承者了吗 石峰则是冷笑 满脸的不屑和厌恶 呃 应该就是他了 不对啊 当初石众不过四五岁 他可以剥夺我的体质 石浩觉得不可思议 连原成灭都不能做到 甚至连听医没有听说过 一个四五岁的志同却做到了 怎么让人相信 我亦不清楚他是怎么做到的 石峰摇了摇头 这也是我事后推断出来的 石众剥夺了你的九阳体质 为了将这事对付过去 他们那一卖下了毒手 害死了你的母亲 已将我激怒 乱了方寸 果然如他们所料 我归来之后 发现你母亲惨死 而你的九阳体质也被剥夺 奄奄一息 我自然难以愤怒 可为了救你 我即刻就离开了十足 因为当时我也不知道是谁下得手 生怕你留在十足有更大的危险 你的生命力很勉强 慢慢地恢复了健康 可是 石众一脉出动了杀手 对我们父子展开了追杀 我只好带着你飘扬过海 来到了诅咒之地 那里虽然武道不娼 却有一种特殊的力量 让强者的神意在那里失效 于是我便决定将你留在那里 恰好 我发现一个实性之人在河边欲亲生了结性命 我便将你放逐于河中 为那人所捡 果然 他将你捡起之后便放弃了自杀的打算 我观察了数日 便又捡了一个刚刚死去的婴儿 引着追兵离开 之后 我便杀回了十足 当我大开杀戒的时候 老祖宗却是突然现身 告诉我你的体质已经转移到了十众的身上 说来可笑 我这才知道仇人是谁 老祖宗说 十众还小 不懂事 只是拿手碰了一下你 就将你的体质剥夺了 而你的母亲因此大怒 想要杀了十众 才被十九不得已击杀 我自然不相信 非要将十众一脉杀个干净 没想到老祖宗却是出手 将我置住 并关了起来 因为我不再是十足唯一的希望 十众本身天资聪颖 又得了你的九阳圣体 冲上驻天梯是极有可能的事情 所以 一边是我的发疯 一边却是十众的乖巧 终是让老祖宗决定非我而立十众 我还活着 是因为老祖宗还对我存着希望 以后十众继位 我则是在旁辅助 十足便将开创新的盛世 听他说完 十号陷入了短暂的思索之中 原来 这就是事情的真相 所以当他归来之后 当天晚上就遇到了习杀 肯定是出自十龙一脉 只是让他们失算的是 自己的手段太多了 让一名助王庭都是失手了 爹 十众是我的 十号开口 以无比认真的语气说道 十峰眉头一皱 他的武道天赋惊人 又剥夺了你的体质 光这一点他就超越太多 而且 他得到了十足倾国之力的培养 又比你大了五岁 你想要在修为上追上他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为有差距 再加上十众的妖孽 十号怎么可能拼得过对方 还是交给为父吧 十峰自然不舍的儿子去冒这个险 不 十众要交给我 十号强调道 十众一脉的其他人都是父亲您的 但十众是我的 他原本不相信体质可以剥夺 但这是十更这位助天梯强者亲口说的 那此事九成九就是真的了 这个公道 他必须亲自讨还 看到十号如此坚定的神情 十峰缓缓点头 好 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他被关在这里出不去啊 想找十龙一脉报仇都是不可能 爹 我先救你出去 十号看了眼石峰身上的锁铐 在魂海中说道 月银帮个忙 没用的主人 我前几天才帮你观想了白洞 力量已经耗得七七八八 你又有什么幺蛾子事情 暴娇气凌很不满的说道 诺 帮我打开这镣铐 十号笑道 你以为我是万能的 月银以不爽之极的语气说道 一句话 行不行 十号激将道 当然可以 这种低阶金属 在我面前根本就是指乎的 月银傲然说道 但我凭什么帮你 因为是我求你 十号放下姿态 知道这个傲娇气凌 是属于嘴硬心软的类型 哦 气凌有心吗 果然 月银哼哼哼两声 便有一道光从十号的眼中射了出来 轻易就将束缚石锋的镣铐斩断 钉的一声 镣铐掉到地上 石锋物质满脸的惊讶 他完全没能回得过神来 他虽然修为被制 无法动用力量 但这镣铐一是七星材料所致 大忌天都是无法挣脱出来 这眼中射出一道光 镣铐就断了 何德恐怖的威力 难怪儿子敢说要把石锋留给他 只从这点来说 十号确实有这样的底气 好了 我刚刚恢复没有多少的力量又用掉了 没事少烦我 不然我消你 月银不耐烦的说了一句 然后便退回到魂海的宫殿之中 再不理十号了 果然 嘴硬心软 十号微微一笑